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你们好 我是潘高峰 非常开心又在我的Vlog里和大家见面了 如提所说 这一期咱们要聊的这个人 我觉得我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听这人听了也有16年了 所以对他还挺了解的 然后这一期咱们就来聊一聊 John Mayer到底是谁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对John Mayer这个人有所了解 包括很多你所熟知的中国音乐人 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 并且从他的音乐里借鉴了和学习了很多东西 像什么方大同啊李荣浩啊等等 包括我在内都受到了非常多的John Mayer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唱作人都会受到了这个人的影响呢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地聊一聊John Mayer身上到底有怎样的魅力 要讲他的故事或者说要介绍他 首先要给大家讲一些大家都可以查得到的 无论是百度上还是Google上都可以查到的关于他的资料 首先他是一个美国人出生在1977年的美国康内迪格州 然后他是一个唱作人一个吉他手 同时他还经常去客串一些秀的主持人 John Mayer在1999年出道到今年2019年一共19次入围了格莱美奖的提名 并且7次获奖 他这7座格莱美奖杯基本都集中在职业生涯20年至今20年的前部和中部 最近这几年他获奖的次数就非常少了 因为像他这种城市音乐风格这种非常传统的玩三大戒二的弹吉他的这种唱作 对美国人来说已经没有那么新鲜了 也不像那个年代是那么主流的一种编配和音乐方式 然后他在2015年又和几个老哥一起组建了Dedian Company这个乐队 并进行了巡演 然后跟大家聊聊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人的吧 其实是非常偶然的一次机会 我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在上高中的时候 我非常的喜欢看电视 首先大家知道我是一个篮球迷 我特别喜欢篮球 我应该是在某一个周末看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转播的NBA比赛 然后当时大家知道在北京电视台的NBA比赛的 在节间休息的时候 尤其是中场休息的时候 是会有大量的时间播放欧美的流行音乐以及摇滚乐的 当时我应该是在03年的冬天的某一个周末 是周日的上午看了一场NBA的篮球比赛 在那个中场休息的时候播放了 张美尔当时Heavier Sings那张专辑里边的一首 单曲名字叫做Bigger Than My Body 我应该是在那个年代一直都是听摇滚乐的 听Heavy Metal 听Rock'n'Roll 听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重比较摇滚的作品 从那个时候我正好刚开始听SRV 听一些Funk的东西 但其实张美尔在那个时期的作品 还并不是像他现在的这个样子 拥有了那么多的复古的蓝调的灵魂乐的 甚至Funk的音乐元素 在那一会儿他还是非常的现代和诚实的 我当时是被那个Bigger Than My Body的那个MV所吸引了 所以就记下了这个人 知道了有一个人叫张美尔 知道我上了大学以后 看了一次Erik Clapton的Cross Road Blues音乐节以后 张美尔在那上有一个表演 并且在他的那首歌之前 有一个非常长的 Blues的Funky味道的一个Solo的前奏 我在那个时候才开始意识到奥 原来这个人身上有这么多我所喜欢的音乐元素 然后我就掉过头去从他的第一张专辑 包括EP开始听 在我对他开始了解了以后 他马上就发了那张 他获奖最多的也是口碑最好的 我自己内心也最喜欢的他的一张专辑 就是Continue 说到专辑的话 张美尔其实在这20年他的职业生涯里边 他发行的正式的属于他个人的录音式专辑 只有7张 只有7张全场的正式的录音式专辑 产量并不算特别高 尤其是在最近的这几年 我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 包括不是做音乐的朋友 他们在听完张美尔的音乐以后 没有特别多的感觉 他们不太明白我为什么会喜欢他 有一些女孩会觉得张美尔长得挺帅的 张美尔的好多对音乐的处理 他们觉得有点挺骚的感觉 但其实这都不是让这么多男性朋友 包括唱作音乐人都那么喜欢他 并且受他影响的原因 包括你看像外国很多年轻的这种唱作音乐人 包括什么Shan Minas 包括Eddie Sharon这些都会受到张美尔的影响 那么到底是什么魔力 让这么多人都会喜欢他 并且受到他的影响呢 首先熟悉张美尔的朋友都知道 张美尔曾经在伯克利是一个异业生 他上了应该也就是三个学期 非常短的时间他就不学了 他的那个在伯克利的日本的吉特老师 大家也都比较了解 张美尔在出名以后曾经回到过伯克利 给伯克利的学生们进行一次讲座 在那里他讲的就是他在这个学校上的 那个几个学期他已经厌倦了那种 就是像搞竞技像搞体育一样 去玩音乐的方式 他学到了他该学的东西以后 他就走了 然后去亚特兰达参加了一个词曲创作俱乐部 在那开始了他的职业音乐生涯 开始写歌 开始做他的作品 但其实在这之前 张美尔非常小的年纪的时候 就开始受到了blues音乐的影响 影响他最大的就是SRV Stevie Rewind 除了SRV之外 包括Eric Clapton BB King等等 这些blues接大师 都对张美尔的吉他演奏风格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再加上张美尔是一个非常具有天赋 并且脑子特别好使的人 他把他音乐学到的知识理论 再结合着他小时候受到这些影响 就逐渐的形成了张美尔 现在的这种音乐风格 张美尔的前两张专辑 都特别的偏向现代城市的 成人流行音乐 从第三张专辑Continue开始 他就开始变得Vintage了 他就开始变得复古起来了 这也就是我真正开始喜欢上他的时候 所以大家知道 像Jimmy Hendrix 像SRV 像Eric Clapton这些人 都影响了张美尔 张美尔身上拥有了这些传统的 传奇的复古气质的一些吉他的东西 并且融合了现代的一些音乐的 无论是和声还是和弦 比如说咱们举一个例子 像他的第一张专辑 里面有很多曲目 就会是其实非常简单的东西 但是用他的方式 结合了一些现代的和声 以及现代的groove 就会产生独特的魅力 比如说 为什么说张美尔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呢 他可以把这些非常现代的 以及非常传统的东西 特别好的融合在一起 再比如说他的这一首 Stop This Train 都是特别好的体现 他能把现代的元素 以及传统的元素 特别好的融入到他的作品里边 虽然吉他演奏在他的音乐里边 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但是你也不能否认他的演唱 和他的刺激创作 我觉得这才是他拥有长久生命力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除了他的品位之外 他的作词能力 以及他的想法 他想给大家表达的内容 以及他表达的方式 都非常的独特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话特别多的人 也经常会说错话 他还因此写过 My Stupid Mouth 这种歌 但也就是因为 他有一个非常开放的头脑 以及他善于说话的这一点 造就了他这些独特的表达方式 也会让人觉得奇妙 但又很亲切 说到他的演唱呢 张美尔的第一张专辑 Room for Square的 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 我另一位也特别喜欢的 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的 一个叫做 Dave Marshalls的人的制作人 所以你能感觉到 张美尔在前期的时候 他的唱腔 是很接近Dave Marshalls的 我相信他也很喜欢Dave Marshalls 并且从他的音乐里 吸取到了他所需要的 他喜欢的东西 张美尔真的是一个 非常善于学习别人优点的 这么一个人 这都为他从另一开始 走到今天打下了 一个特别好的基础 说说我自己跟张美尔吧 我自己对于张美尔这个人 是非常喜爱的 甚至有一些崇拜 包括我在今年也去看了 他的演唱会 我听了他这么多年 终于在2019年的4月份 去看了他的一次演出 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 也算圆了一个梦吧 然后我自己又拥有 特别多他的签名款的设备 比如说OMGM 张美尔的这个香芹 然后比如说我在09年 买的这把张美尔的 Black One 我特别特别喜欢 包括也是我今年购买的 张美尔的这把 转头了PRS以后的这把 Silver Sky 那你说为什么那么喜欢 为什么连东西都买的 跟他一样 说实话 大家知道我是先开始喜欢上 Jim Hendrix和SRV以后 到后来上大学以后 才开始接触到 张美尔的音乐的 但是你知道如果你喜欢 Jim Hendrix 你喜欢SRV 那么这样的吉他 他无论是从他的配置 还是从他的声音上来讲 特别接近可以 很好的呈现那种音乐的 并且不光我喜欢 张美尔他也喜欢 所以他的这些东西都是在 满足了现代演出的需求的时候 按照我们都最喜欢的那种 受这些传奇影响的这种方式 来制作的这些吉他 包括这些手感 这些重量 这个拿起来的感觉 适合弹这种音乐风格的 这种手感和这种配置 都是特别适合的 所以那我现在没有 属于我的签名款的吉他 没有办法按照 那么梦想的去做 那么买他的对我来说 就是目前最好的一种选择 对于一个做音乐的人来说 受这些偶像 受这些传奇的影响 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其实这些影响 不只是张美尔一个人给带来的 包括克莱普顿 包括SRV 包括Jimmy Hendrix 他们都是这样的风格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喜欢张美尔的原因 他继承了这些传统的东西 并且又把现代的东西融合了进去 其实如果你熟悉张美尔的演奏 以及他的编曲方式以后 你就知道那些东西很难 但是可以学习 他也是有方法的 但其实无论是抄袭他 还是借鉴他 还是模仿他 都只是一种表象 真正从他身上应该学到的 是他那种做音乐的头脑 做事情的逻辑 以及他对待音乐的热情 大家也知道 张美尔这几年都快干成一个时尚流行博主 对吧 无论是他玩表 还是他玩衣服 玩鞋等等各种东西 但是你知道张美尔这个人 其实是非常勤奋的 他一直都在非常努力的练习着吉他 他在现场有那么多的记性可谈 包括他还依旧创作着新的作品 你也知道他在吉他上下的功夫 在于他音乐上下的功夫 其实是非常的大的 他也经常会在Instagram上去直播 给大家弹吉他 所以真的做音乐的朋友 真的有时间多花点心思在音乐本身上 并且你知道在这个时代 已经不那么流行吉他类的音乐了 已经不那么流行弹吉他 甚至说是弹solo了 张美尔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 那一派的音乐人 他保留了这些经典的元素 让音乐还依旧可以传承的下去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 那么喜欢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他身上你依旧还能感觉到 那一代人对于吉他的热爱 还能感觉到那种 有点吉他英雄的感觉 这也是这个时代里 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 就像每一个复杂的人一样 实际上每个人都有特别多面 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 你很难在一期节目里 固定的几十分钟里 把它聊得非常透彻 包括其他那些你们想知道的 也想互相讨论的这些音乐人 无论是谁 咱们都可以一起来讨论 所以想看到什么 也希望你在这留言 包括我今天说的这些 有什么想交流的 就来给我留言 咱们好好的一起聊一聊 关于吉他这块 我会留一个小的扣子 因为有很多朋友都一直 一直 一直在问我 关于吉他怎么弹 怎么弹吉他 能不能找你学吉他 别着急 很快就会给你一个惊喜 好了 我是潘高峰 那咱们这一期高放哭Vlog 就聊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